您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 那要问过队长和指导员才知道 我今天之所以来见您 是有一个请求 说吧 我想请求唐司令 不要伤害我的任何一个战友 这个我可以答应你 谢谢你 这是海鱼医生 还有什么要求 可以尽管提 我没有其他的要求 至于孔老先生跟您谈判的内容 我相信你一定会答应的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呢 孔老先生既然肯跟我们来 就说明他是站在我们红军这边的 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是对的 孔老先生是有大智慧的人 难道唐司令会觉得 孔老先生的立场是错的吗 他不论的 他就是 他只是感觉 他们 所以 他他们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 老师 都说过了不见 你还来干什么 其实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那天您在河边钓鱼 我也去了 您钓上一条大鱼 那是小时候 您常领我们钓鱼的地方 有时候我心烦 也会去那转一转 可始终没碰着过您 那天就想了 碰着 是吗 那也是你看见了我 我没看见你 您不是说找我有事吗 可是不见面怎么谈呢 说过了不见就不见 对 给 我不吃 你吃吧 来 奇怪了 你说这刀子 平时也不怎么跟咱说话 他去找唐司令干吗去了 他不会去杀唐司令了吧 别瞎猜了 刀子有刀子的原因 好 海云小姐 司令有请 李副官 司令找海云 到底什么事啊 这个就不用您操心了 反正啊 是好事 海云 我陪你去 对 大家放心 我去去就回 你小心点啊 队长 你就这么让海云大夫去啊 你 好 你再伤好一点没有 我的生死 对你还重要吗 海云 你还是要跟我赌气是吗 气 闹个脾气 就能把一个大活人给闹死了 我这脾气也够大的呀 他是共产党 他是在利用你的感情 在我这儿获取情报 他喜不喜欢我 我心中有数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争论老太多次了 我不想再提他 唐司令 我也不想再提了 我走了 你想去哪儿 别想再离开这个家 我要走 谁也拦不住 不关 我关起来 得罪了 小姐 唐古勋很有可能是唐海云的父亲 根据呢 我亲眼看见海云医生的照片 放在他的书房里 其实我已经猜到了 对了 上回唐司令叫你去他房间 你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 还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面 是在禁闭市吗 当然记得 看你也不像是个犯错的人 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我的父亲也是国民党 他跟刘孝仁唐国勋是同学 战友 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我爹就参军走了 知道的战死沙场 他连一次家都没有回过 我娘不识字 他从不写信 只是往家里寄钱 在一次寄钱的同时 也寄回了一张照片 正是他跟刘孝仁唐国勋的合影 这些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 只是有一次 跟一个最好的兄弟说起了 还给他看了照片 没想到 他转身就去打我的小报告 组织上来调查我 我连我爹的面都没见过 自然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 我岂不过 狠狠地揍了那兄弟一顿 结果就被关禁闭了 那个时候我就发誓 不再和任何人说心里话 也不跟任何人做兄弟 你不和任何人做兄弟 跟我没关系 但是我会和你做兄弟 永远的兄弟 这都啥时候了 你俩还能笑得出来 海云大夫怎么样了 你们不担心吗 放心吧 没事的 不是 这能放心吗这 这 司令 有个叫陈佩然的找您 说是国府的特派员 特派员 应该是箱子的上司 走 抱歉 陈特派员 让您就等了 没关系 徐主任呢 他不在 听说唐司令您抓了孔老先生 把人交给我吧 陈特派员恐怕是搞错了吧 第一 孔老先生是我的恩师 我是请他来这儿的 你一个抓子 就陷我于不忠不孝 忘恩负义之经历 第二 恩师在我这儿做客 谁都不能把他带走 就算是将委员长亲自来 也不能 可是我接到的命令 是要把孔老先生 送到南京去 孔老先生就在我这儿待着 回头我会向委员长报告 告诉他恩师会在我这儿 一仰天宁 是 那好 既然如此 那就请唐司令 尽快和委员长联系 不过现在 能不能让我看孔老先生一眼 这样我对上风 要好有个交代 当然可以 行 走 别推我呀 我说了不见 你们唐司令就是不见 打死也不见 这个小丫头 徐特派员 你怎么把老爷子给绑起来了 他不去见司令 我就绑他去 司令不止一次跟我们说过 一定要把老爷子 当亲爹一样供着 你这么对待老爷子 司令要是知道了 非打断我们的腿不可 司令是我姐夫 他会生气吗 您是司令的小姨子 走 走 少废 别推我呀 你这丫头你真是 糟了 孔老先生出事了 奇怪 唐司令都回来了 唐狠云子不还没回来 怎么回事 人刚刚带走 徐特派员说 要带他去见您 还说是您的小姨子 我们就没敢来 这算怎么回事 唐司令 我怎么跟我的伤口交代 司令 这有张纸条 好 司令 是 唐司令 我知道 这里面关着那几个共产党 这几个共产党 属下追寻他们 已经两个多月了 今天我要把他们带走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我地盘上的共军 我自己会解决 是 唐司令 那您这就是为难小弟了 你知道 想从我这儿抢人 带回去邀功啊 唐司令 您我都是为党国效力的 也应该清楚 今天我进的是本分 这个要求 可一点都没有过分 说话挺横 想跟我来应来 信不信你都走不了 如果你今天 敢对着一个国军的忠孝开枪 你就是公然地对抗中央 对抗蒋委员长 等待你的将是军阀处置 可是老蒋到我的地盘上 你也得让着我三分 何况是你 李副官 走 送客 是 陈处长 请 小川 到 咱们走 有好多天都要打的 是 处长 开门 唐司令 空先生怎么了 你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你们就不要操这些心了 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是我的责任 你现在没什么责任 都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唐司令 唐司令 你好幾乎 multipl 哭了 我好帖 谢谢 D 你怎么一走就走这么久啊 你长大了 变漂亮了 我都差点认不出你来了 小姐 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离开这儿 小姐 小姐 还要走啊 对 小姐 你别走了 自当你走了以后 老爷经常眼里不睡觉 这些年他都老了好多啊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小姐 我觉得你也变了 那 以前老爷把你关起来的时候呢 你就绝食 可现在 你怎么乖乖吃饭了 吃饱饭以后 才要立即跑 你赶紧帮我想想怎么逃出去 你赶紧帮我想想怎么逃出去 你给我说说 你们这徐主任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啊 这个呀 我也说不清楚 他平时除了必须的公物 从不跟我们都说一句话 真不知道他心里都想些什么 他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啊 不过 这说不定也是好事一件 这孔竹生 唐国勋 就是党国的心腹大患 如果他顺手把他们除掉 倒是一了百了了 这个 唐司令的不对 怕是不好接管哪 俗话说得好 树倒胡孙散 他唐国勋在的时候 大家听他的 他要是不在了 我就不信还有人杀到 要跟蒋委员长去作对 这倒也是啊 这儿风景可真美呀 啊 爸 你的好学生会来救你 他最好别来 我说李副官哪 你们是唐司令的手下 我们不是啊 要不这样 你把我们给放了 我们出去救孔先生 再把你们司令给救出来 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 这不行吧 我们唐司令 还让我保护你们的安全呢 保护我们 我们是共产党 这算啥事 赶紧帮我们放了吧 李副官 这样吧 你进来坐一坐 你进来 我们好好聊一聊 怎么 什么 这儿聊什么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什么意思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你也不用为难 对不起了 兄弟 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们唐司令 就拜托你们了 楼下有车 会开吧 放心吧 谢了兄弟 你带我们出去 走 走 走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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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她跑了 小姐她怎么又跑了 那 那他们不也跑了吗 她也 小姐跑了司令是要杀人的 你不是 傻丫头 那现在 那现在怎么办呀 你不管 那现在怎么办 你快想个罚子呀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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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把枪掏出来 对着你的头 只要你开枪 我就放了 香哥 为什么 这还不简单 我要你死 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有你 我姐就不会死 你敢带帮手来 谁让你们来的 我们在执行任务 香子 相信我 我不会对你失言 方勒老师 我任由你处置 唐国勋 你听好了 我说过今生不会再见你 可是我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既然我们已经见了 就说明我的生命 今天就结束了 我给你写了一封信 想说的话都在里面 闭嘴 唐国勋 我劝你赶快开枪 是 杨哥 你真的就这么希望我死吗 当然 要不是你 我姐怎么会死 想这样 唐司令 住手 海云 你怎么来了 小医 你在做什么 海云 你来得正好 听听你爹的唱会吧 香子 你劫的死 我是有责任 小医 我娘不是病死的吗 对 是病死的 你娘生病的时候 你爹在外面打仗 那年我十岁 我一边看着姐姐 在我眼前死去 一边抱着好好大哭的你 我毫无办法 没人能帮我 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唐国勋造的孽 所以我发誓 有一天 我一定要杀掉你爹 给我姐姐报仇 不许你动这里的任何一个人 你真的要杀 我 我 丫头 为了这件事你就要杀人 而且都是自己的亲人 你会后悔的 你们都闭嘴 你们都不是我 你们懂什么 我懂 我也是看着我娘去世的 我爹也是参军打仗的 我没出生的时候 他就走了 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直到他战死沙场 他连一次家都没有回过 我娘去世的时候 神志已经模糊了 他忘了我爹已经死了 还苦苦地呼唤着 我爹的名字 希望他能快点回家 快回家 那一刻 我都恨死我爹了 你爹死了不是正好吗 可是突然有一天 我见到了我爹的老战友 正因为 他是我爹曾经的好朋友 我去倍感亲戚 那一刻我明白了 我对我爹的恨意一点都没有 大仗均该以死报复 国家满目创业 作为男人 就不应该在家里只守着妻儿 而治国家大义不顾 弟兄们 听我的命令 那么大 开开 小心 走 CONTINUAL 职裤 小哥 我呢 爹下 小姨 别动 混战 小姨 小姨 爹 爹 都给我住手 放手 点火 站住他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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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司令 给我背起来 背起来 我许 你个荒谱八蛋 弟兄们 带给我抬上 是 快 是爷爷 海云 是爷爷 海云 是爷爷 是爷爷 海云 海云 是爷爷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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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了你们的条件 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让海云给我留下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怎么了 不答应 我只是觉得海云是自由的 谁没有权利 替他做任何决定 我是他爹 我当然有这权利 我会帮助海云 替他争取自由 你帮他争取自由 听着 小的 她是我闺女 是我可以用生命去保护的人 你替他争取了自由 能负起这责任 能像我一样对他吗 能 行 昨天我也看他了 你能等着他深切 你能等着他深切 你打不正常 我就把闺女交给你们吧 好好待她 走 走 藤司令 保重完成任务 给我接刘晓忍公管 刘兄 是我 我决定了 答应红军的条件 把防线后车六十公里 好 不凥 你 海云 你知道吗 你父亲唐司令 把你托付给我了 他希望我好好照顾你 保护你 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 太突然了 我真的措手不及 我告诉他我说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保证完成任务 怎么了 我都知道 黄大蕾 既然你牵了我的手 就永远不能放开 放心吧 我会紧紧地握住他 problem 对 黄浩 谢谢 stayed 我 废物 区区的一个唐国勤 竟然从你们情报处 眼皮的底下溜走 几个共军就能把你们搞得鸡飞狗跳 居然还有脸回来 你怎么办 师祖 唐国勤他是国军的将军 他现在叛党叛国 你让我们怎么办 那恐怖人呢 恐怖人可比唐国勤好对付多了吧 你们几个连个老人都对付不了 真正是一群犯童 把他们家接大牢 军阀出制 是 我 又 都对付个人 好 藉人 这 我 就 你 你 我 你 师座一向很器重陈佩然 今天怎么好 隔她的职 让她入狱呢 来 林独专员 这人呢 是越成器 越容易纵容 越是纵容越不容易成器 要想让他们成大事啊 必须让他们受点牢狱之苦 让他们一无所有 等到了他们官复原职的时候 才知道什么叫珍惜 赵市长真是教导有方啊 如今的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 唐国勋被红军让出了六十公里的缺口 让他突出了我们的包围 如今的礼品也是危在旦夕啊 贺旗萧强啊 米园长明面上是交互 暗地里啊 也都是要吞并各地军阀的实力 唐国勋也不傻 他之所以下车昭起 摆明了告诉委员长 纤细党国 但是 不要动他一丝一毫的地方 党国大业 正是生死存亡之机 我党国的功臣为了一己私利 致党国大业于不共 真让人心寒啊 他这么做呀 即使招到了老奖 也无通共之嫌 也算是仁义之躯 挺赵市长的意思是 所谓的仁义之躯 就是唐国勋 为共军让出了六十公里的缺口 让他们直指西南 我林某人愚对 我想听听赵市长的高见 这下不起怎么走 我认为红军的动向啊 可能有两点 这第一 就是北上湘西 与贺龙萧克会合 第二 就是西村贵州 我们务必要节促先登 花被动为主动 赶在共军突围之前 抢先守住礼平 老板 进门就是客 先生 来点什么呢 今天天热的 就像下了火一样 是啊 暴风雨就要来了 今天就会下雨吗 今天不下 明天下 同志 同志 终于等到你了 有人已经在我这里 恭候多时了 来 这边请 好 来 这位就是红军小分队 指导员蒋维克同志 这位就是这次任务的街头上级 天飞同志 蒋维克同志 你辛苦了 天飞同志 你的世界 我们都知道 好 今年四月 上海地下党组织 遭到叛徒出卖 就在这个万分危急之际 是您在第一时间 得到重要的情报 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 还有首长 得以安全地转移 您的世界啊 是永远会被历史记住的 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是 那个 你先出去吧 是 来 坐 你们的小分队 出色地完成了几项重要任务 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 你们也都很优秀 我这边准备着手组建一个 直属警卫局的情报班子 这次任务之后 情报班子会直接洗手你们小分队 我也是很珍惜人才的 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和对我们小分队的认可 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中央红军 已经顺利通过了 相跪前交界的敌军防线 你们的小分队 功不可没 这些功劳 应该属于我们牺牲的小分队 队员们 是啊 牺牲的统治是高尚的 但是你们活着的统治 更是英雄 组织上这次特地让我来 向你们小分队表示敬意 感谢 组织上对我们小分队的关心 中央红军在湘江一战之后 中国军委在通道召开了一个 红军核去核从的紧急会议 1934年12月12日 中共中央领导人 在通道召开了紧急会议 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 李德提出 红军应该向北转移 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 力主西进 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 这个建议 得到了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 西进贵州 中央红军才能摆脱困境 离平是进入贵州境内的 重奖门户 而这里也是乡前边的战略重镇 中央首长决定攻占离平 你们有新的任务 什么任务 中央红军在湘江一战之后 中国军委在通道召开了一个 红军核去核从的紧急会议 毛泽东统治提出 向贵州转兵的建议 第五次反围角开始以来 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 他的意见 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统治的赞同 他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 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虽然李德顾问反对 并中途愤然离析 但洛夫 王家祥 当场异口同声地赞同 禁军贵州 州府主席一锤定音地说 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 权衡帝我双方的态势 我认为 只要改变禁军路线 西境贵州 中央红军才能摆脱困境 离平是进入贵州境内的 中央门户 而这里也是乡前边的战略重镇 中央首帐决定攻占离平 你们有新的任务 什么任务 为了摩清敌人的情况 把伤亡减得最小 经营强卫部队顺利攻下离平 你们要先攻下这里 杨角言 是的 这里是保卫离平现成的重要关卡 也是最强的火力点 上级已经派出红军前卫队 跟你们接应 你们要在前卫队到达之前 想尽办法拔掉这根毒刺 保证完成任务 我先代表首长 好 谢谢你们小分队 你们明天 王大雷 海云 你们来得刚刚好 我们中央红军 已经顺利地通过了 香跪前交界的敌人封锁线 同时领导给我们 布置了新的任务 攻下黎平 太好了呀 终于等到我们大部队了 现在 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任务 什么任务 黎平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军事要地 这儿是攻守黎平的必经之路 前军在这儿 安排了一个营的兵力 所以火力点就在这里 为了能让大部队 顺利拿下礼品 我们必须要先拿下这个火力点 拔掉这颗毒呀 可就咱们几个人 跟敌人正面较养 这不白白送死吗 咋的呢你 怕死了 是吧 入党的时候 咱们哪个人不是把生命交给了党 怕死还是共产党吗 我们不能死 我们死了 谁还来执行接下来的任务 我们要好好活着 活着 把任务完成 好 指导员 敌人的武器装备精良 就凭我们几个人 岂不是白白去送死 我王大雷不怕死 但是我不希望 再失去任何一个兄弟 你让指导员 把话说完 这次的任务 非常地重要 重要到 我们都要做好 随时牺牲的准备 虽然中央红军 已经跳出了包围圈了 但是 他们一流行军 非常地疲惫 战斗力也有所下降 我们必须要拔掉这颗毒牙 所以 这也是一场硬仗 哪怕打到只剩下 最后一个人 我们也要坚持打下去 死守离平 坚持中央红军的到来 我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这不是让兄弟们往火坑里跳吗 指导员 我希望你能考虑清楚 别拿兄弟们的生命 换取工薰账 你们 觉不觉得队长今天有点怪啊 他平时有任务 那倒是冲在前面的 今天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指导员 这次任务失败了 我们还要退路吗 王大蕾 你过来一下 你今天好像有点反常 大家都挺反常的 没有一个人 比我王大蕾更正常的了 宋海峰 方黎明 组织我们小分队 执行任务 临走的时候 要我好好照顾兄弟们 说好了一个都不能少 你看看现在 我宁愿 替他们去死 这可不像我认识的王大蕾 你认识的王大蕾是什么样的 胆大心细 勇敢无畏 继续说 别吝啬你的好词 行了 别装了 我装什么了 你刚才和指导员说的话 我知道你是说给我听的 我也知道 这次任务很可能 只有一个结果 你答应我父亲要照顾我 保护我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但是王大蕾 我告诉你 作为小分队的一员 我必须参加这次战斗 作为你的爱人 我更应该和你寸步不离 对 就算死了 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你不能参加这次任务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这次任务凶多吉少 如果你出什么意外的话 我怎么办 再说了 我答应过你父亲 要好好照顾你 保护你 行 我答应你不参加这次任务 你没骗我 我准备回去看看我爹 不过你也要答应我 平安回来 放心吧 我会回来的 我们才刚刚开始 我们才刚刚开始 我希望 以后和你们一起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记住你刚才说过的话 我会在家等你 就算死 你也要给我死回来 听见没 死不了 难道你忘了 子弹是会绕着我飞的 再说了 我这辈子 还没当过新郎官呢 这把枪 是我父亲送给我的 现在给你了 你拿着 好好地保存着 等你回来的时候 再还给我 我等你娶我 也行 我等你回来的 放心吧 我会回来的 这一人 你又没问你 我 провер计的 你几十凭公司 好 你再问我 你不想问我 你说什么 我先问我 不想问我 我怎么感觉你跟变了个人似的 去去去 变什么变 谁变了 我王大蕾也不会变 指导员 这回任务艰巨 我有个请求 你说 我希望你同志不要参加战斗 可以 韩芸 多保重 路上小心 记住你的承诺 各位保重 我等你们回来 您那我就自己想不会 我闭嘴 你这就是 我闭嘴 你什么便宜 我的船 你了 你不想要你 这里是杨脚炎 我一定要想办法 为于离开你们的位置 前军在这里 只安放了几百人 根本就不是 红军主力的对手 所以他们肯定会增加援兵 我们这次的任务 就是潜入前军的内部 在援兵到达之前 攻下杨脚炎 为我军主力 赢取更多的时间 枪攻希望渺茫 只能智取 我们可以借着前军 在现场抓壮丁的同时 潜入前军内部 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好 明晚行动 看来这次 咱们兄弟们 真得玩命了 我们哪次不是在玩命啊 是啊 我们哪一次 又不是在玩命的 来跟着玩命里 不然 算不认为 我得守这次 我觉得我们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王大蕾 我看你还是多想想海云吧 为了他你还是要活着回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让海云走我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以海云的个人性格 他就这么听你的了 不参加这次战斗 那我可就不理解了 他说他要回去看他父亲 以海云的性格 对革命这么地执着 他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这次战斗 莫非他是怀上你的孩子了 队长要有小队长了 没错 海云他怀了我的孩子 至少有一个王小雷延续我的生命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兄弟们永远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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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难的劳苦大众们 你们真的愿意 被腐败的国民政府所欺压吗 壮士们 你们真的愿意白白被抓去 来对付为人民做主的红军吗 我们不能再被人欺压了 我们是平民百姓 我们要捍卫自己的土地 捍卫自己的家园 我们要让百姓当家做主 我们要让妻儿不再受欺负 我们要团结起来 无论男女 让我们加入红军 我参加 银绣 我是一名栋家人 我热爱我的寨子 但是可恶的国君 杀了我的父亲 还烧了我们寨子 我恨透了这腐败的政府 迟早有一天 他们也会毁了你的家庭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我们要推翻这样的政府 我参加红军 我也要参加红军 我家的牛 就是被他们抢去杀了的 我也要参加红军 大家不要着急 愿意参加红军的 上来 我们一个一个签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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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云 银绣 太好了 太好了 走 我叫刘长盛 好 下一个 我叫余大刀 余大刀 下一个 俺叫葛二代 葛二代 我叫王虹 王虹 好 下 这我还行 那一枪没有打中要害 真的是万幸 真高兴 还能再见到你 再来 我也算是 死过一次的人了 给你们子弹 是啊 完了 来吧 就 sai 王大蕾他们呢 就这几个人吗 报名的人数不少 那实际来的人 就这么多了 他们都没有打过仗 上了战场 也是白白送死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国军装备精良 而且这一次 赵爵先铁了心要吃掉你 最好的办法 都回家睡觉去了 赵汉强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太上怕死了 亏你还带过兵打过仗 你这样对得起邱荣吗 正因为我带过兵打过仗 我知道国军的装备都是什么 而我们呢 土枪 长矛 靠这些 怎么打 难命吗 你知不知道王大蕾他们现在还在 你想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王大蕾 王大蕾他们现在正身处险境吗 吴 幸虽 这俩今天 丘柔 明天 要变天了 大家都仔细观察地形 注意行动 好 给我伸点 随着了 快 好 大热箱 大热箱给我来一口 来 给你 让一下 让一下 站起来 来了 快 来来来 大把手 大把手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 快辞职了 快 好 这好多二十一点 快 好的 来来来来 吃 来来来 吃吧吃吧 都吃点 别客气 喝啊 吃啊 来来来 弟兄们 把酒喝了 来来来来来 喝你了 来来来来来 喝你了来来来来 喝你了来来来来来 喝你了来来来来来 干了干了快酒 嗯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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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们俩 一个是遵守自己的原则 一个是遵守自己的规矩 完完全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到现在 还在这儿谈起心来了 你呀 就是太死晚了 不过说实话 这会儿 还挺我破裂 有点像我的风格 你说 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呢 你也要威慕 你也要威慕 zich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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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革命 欲求文明之幸福 就不得不经历文明之痛苦 而这种痛苦 它就是革命 为了能让老百姓 过上幸福的日子 即使我们牺牲了 那也是值得的 很好 喝过杨木苏 说话都文邹邹 我问你啊 如果有来生的话 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怕 如果今天不问的话 以后没时间了 我这辈子 只想好好做人 不过 倒是有一个人 让我放心不想 沈先生 队长 站点埋好了 通知刀子 占领调报 是 谁呀 你还没说呢 你知道的 太云了 嘿 好 队长 帮我上当手吧 队长 走 走 进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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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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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耿用零嘴 自己人哪 自己人哪 又奉 bound了他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攻击 别动 走 快快 别动 别动 快下 别动 快点 快点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见到你正好 韩芸 刀子没了 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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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子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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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